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要介绍一下彭小弟 有福料 今集要开视镜才行 是的 这件事很难得 彭小弟 我真是幸运 我两个月前去大阪抱过去 现在你怎么抱得到他 他那时候我抱他 他抱在我身上 真是非常之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 他还是孙子 现在他上学了 他还要上学了 真是厉害 所以我 现在就进了一个叫做 保育园 一般的幼稚园 他如果有高级少少 有这样的资质 可以做一岁之前的小朋友 他托有狐狸的话 就叫做保育园 香港来说就是准备班 是的 每天接他都要有个 守护者症 保护者症 准备这个才可以进去接他 现在他的状态是怎样呢 很害怕 其实他现在是很害怕的 不能够你自己 又不敢出什么声 跟着呢 刚才在保育园那里 一接他就当然哭了 看见到一年一年就哭了 又没哭完 又肚饿 又想睡觉 所以就是 为什么他会出现呢 主要就是老人家之间的沟通问题 我昨天就跟我妈说 我就说 明天我要录音 你就睡醒就过来 那我老女今早就懒得 跟我妈说了 哎呀 我们都不知道今天聊天好不好 可能出去 可能不出去 我到时候给你电话 那他就出轨了去 就忘了给我妈 我妈一直都以为 他不出去我就不来 所以就现在就是 没有人 睡了 OK 是啊 看神才想睡 从来没试过这么乖 睡了 OK 那我们就继续 不用理他了 今天第一部分 我们讲食 我想请教彭彭 因为为什么呢 有两件事发生了 第一就是 这个耶伦 就去广州的陶陶居 那你熟陶陶居 那我想告诉你 就是他去 首站的广州 当晚 去到当晚 就在陶陶居吃 菜单就很快曝光 有些什么呢 就是烧鸵 百年烧鸵 金牌叉烧 油炮龙等 冰镇 咕噜肉 一口酥豆腐 干烤牛河 那 那点心就有 蝦餃 葡萄 萝卜 酱皮 奶 那这些呢 一出了之后 那些人就说 很普通 这些东西 那就完全就是 是不是陶陶居的精选呢 第二就是 是不是就是广州 明赛呢 足不足以代表广州 或者中国的美食呢 那陶陶居的故事呢 就是要听爸爸说 因为为什么呢 我先说我的部分 我呢 就在上海呢 在1月的时候 就在一个商场 那里呢 居然有一陶陶居 那我想呢 我老婆想的 不是我 她说呢 第一陶陶居 我们在广州吃过 在澳门也吃过 就是去到的都必损的 差不多 那想着呢 既然是中餐 那中国人的材料 煮法 应该是齐备的 不会说在外国那样 没有料又没有人 那煮得不好吃 应份的 在中国什么都有的 照计 上海尤其是一个大城市 而且那个商场也是大的 那 不只是我们去的 新天地都有的陶陶居 那这样的水准应该保持到 那 谁知道吃了非常失望 我可以说是 就是水准 又 你简单来说叉烧包 都是上海叉烧包 就不是广东的叉烧包 我只是在那里 那所以呢 那选逃逃居 那我看一下 逃逃居原来又 原来呢 原来倒了一粒了 现在就给 行运饮食集团 其实呢 是广州酒家 其中一个分支 所以 嗯 所以 陶陶居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知道多少 但是呢 就是他有一个国营的 变成了 被人收购了 现在都是 都是被国营收购的 是啊 国营收购国营的 是啊 可以这么多 那我讲这个 续集的故事之前呢 就等下坚爷呢 就回忆一下 这逃逃居 连香楼 我下去二楼低低的 好啊 不如我用外国人食 就是粤赛的角度 先讲 逃逃居 我就不太清楚了 听这些新闻就听很多了 那你其实呢 如果你说我在这边 接触一些的白人 是 或者是其他种族的朋友呢 接触我们的粤赛呢 嗯 他们是 得一味 是 就是下豉油 哈哈 我以为你是拌肉 以为是豉油的 那些什么 不是 去下豉油 就是其实呢 我在外国生活呢 我都贵为奇观 啊 其实究竟煮开 就是应该外国人 就是其他种族人 帮衬的就是中国餐 嗯 还有我们过来 就是譬如 廣州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尤其啦 我们这两批人呢 嗯 其实是特别对粤赛 是有一种的情怀 是 加记忆的味道的 嗯 就是这个味道呢 你就是 就是 逐一点的说 你骗我不了的 就是第一口 已经知道了 就是 就是最后我们 只是点个汁 我就知道 师傅究竟是不是正宗了 所以所谓的正宗 是我们从小吃到大 嗯 那个味道的 我们 吃下去呢 其实真的 原来是很不同的 在过往 为什麽 就是海外的朋友 会说 为什麽这些都是 我们叫粤菜吗 那样 就是我们吃开那些 就是中国餐 那样 那样 如果你说说个故事 就是过往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 都有很多历史 就是在 我藏山还是 这样算一下 嗯 美国西岸的一边 因为由于 起铁路的关系 有一班 朋友 我们以前小时候 我就听得多了 叫做卖猪仔 哈哈哈 去到 去美国 去美国 尤其是台山话 那些 我们过去挖金 涂金 涂金 就是三万市涂金热 就是大家有听过 那接着 其实这一班朋友 就是这一班的工人 挺 黑苦 嗯 黑苦得来 还要在今时今日的历史上 没有什麽记载 尤其是可能当年的历史片段 那些相片 没有什麽华人 那他们呢 是叫做什麽呢 炒雜碎 嗯 炒雜碎是什麽呢 现在的厨房师傅 就说 其实某程度上是猪哨 嗯 混合一碟 送菜 然后 因为由于是这样的关系 下很多调味板 很重的味道 所以 因爲这样的关系慢慢发展到 很早期 可能是八十年代 的时候 那些西人吃中餐 就一定要豉油 炒出来都没什麽所谓 那种味 起来下豉油 拿 而我真的曾经 在去年 有一个朋友 就走六十六公路 嗯 那在六十六公路里面 就 其实有很多都不是近 多华人住的地方 嗯 那我真是进去那间 就是粤菜馆 一家门口寫着粤菜馆 那又去试一下 稳固了 这样 进去呢 只有我们这一台呢 三个人 都是香港人 那我坐下来 全部都是西人来的 那我叫了真是KT爽 生炒骨 揚州炒飯 一碟菜 那样 没有酒鸡呢 这些稳固了 一上到碟 吃下去 咦咦咦 那味道不对 生炒骨 是不酸的 淡的 又没有菠萝 又没有青椒 那样的 那碟菜 又不用说了 那我说 麻烦给点 豉油 但是呢 我见到呢 周边几台的 一些白人 也好 其他种族的朋友呢 嘩 吃得 所以西人吃中餐 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好 我说回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 在港淘淘居 或者连乡 这些奴品牌 重要是 香港或者内地 都会同时出现的 这些奴品牌 包括太平馆 这些 其实他们现在 很多时候的状态 产权状态 都一样的 说到之前 就问问 Kinier Kinier 你现在所住的位置 很多人说 旧金山的位置 是的 旧式的说法 叫旧金山 是的 我想问 有多少人知道 新金山在哪裏 旧金山是旧的 那新的金山 新的金山 新的金山 就 你说是世界上 还是在哪裏 不是 不是 麦尔本是新金山 算不上 麦尔本 澳洲 澳洲麦尔本 就是新金山 对了 Kinier 那些就是 以为旧金山 就是你所住的位置 新金山 在美国的哪裏 不是 新金山 就是澳洲的麦尔本 在清末的时候 因为除了很多的劳工 去了旧金山掘金之外 就在 麦尔本那裏 就发现了 真是有黄金的储量 而且 中国的劳工 真是女孩子 很难熬的 很多人就觉得 咦 所谓 金山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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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是 旧金山 就不会写 新金山亚伯 的 只旧金山 的 那间就觉得 都找到不少钱 但那裏 已经有很多 华工在那裏 而且 还有其他 多南亚的 那些劳工 已经过去那裏 竞争很大 不断 发现了一个新的 有黄金出产的地方 那大家去那裏找食 那裏就叫做麦尔本 那 讲下讲下 挖金挖金金 剪散剪散 那怎么区分呢 连清政府 都出文著名 美国的那个是 剪散 就叫做 剪散 就是剪散 我们现在 新出来的麦尔本 这裏 那裏 就算了 就没有叫做新的 就叫做金山 金山 是的 那裏叫做 旧金山 那所以如果 老人家 旧金山 旧金山 你可以问老人家 旧金山 旧金山 是旧的 那新的在哪裏 你可以问一下他 KT厲害 一住甲种麦尔本 不要说这件事 先说说产权问题 淘淘居的产权 现在是变得非常复杂的 首先说到他 因为我不是太清楚 我只是耳闻 因为我无心工作 不做之前 就已经是出现一堆 产权变动 而这么恰巧 就是我助理 曾经也介绍过 想来的一百 我现在 不是现在 之前 现在还是不是 我不知道 之前接了淘淘居的 一些形象设计 就是公关包装 等等这些去做 就帮他做过一些 系列的 那些 懷舊的 那些点心 那些 那些包装设计 之类 或者礼品 那些 Anyway 所以就有少少的了解 他现在股权分几个 以前那些 就好像就是 被踢出 还是没有了 还是佔很少 我不清楚 那现在主要的 就是他好像分了几条 拉的 就好像做手袋 有个高端一点 高端一点那些 就好像如果说出来说 就开回在珠江新城 看天河那些 就导舍贵一点的 那些装修都不同一点的 黄花梨 孙芝 隔着做些隔篮 整个雀笼 那样 扭拭住你 就是朱尔柴利那些 好像是收得都不便宜的 那有些呢 就相对 就可能是中 中价少少的 我不知道 哪个牌子可以做多少个价钱 还是他同一个价钱 我不知道 作为 说实际上 我真的完全没有兴趣去那个地方 虽然我以前是每天都要买 一块土土糕的 叫做棉花糕的食物 经过他门口 棉花糕 是 其实就是现在 反过来想 就是用少量的色素染 大量的 那些 蒸的那些糕 马拉糕的朋友 类似 比马拉糕要棉 我都没有 白糖糕的朋友 白糖糕的朋友 是的 是马拉糕的 应该是白糖糕的老表 马拉糕的糖大佬 是的 是的 这样的关系 你自己 还有那些 蛋糕 蛋糕的 同伴也没有兄弟 就是那些 这样的关系 你自己去扣相一下 但是加了一些颜色 在下海 叫做棉花糕 那时候每天 因为回家很远 那时候 每天就 经过去买一块 吃一口 咬完之后 其实 不是少少回金 是有些反酸的 口气不好 所以 他现在 包括 KT说 去到上海 去到其他 我想 这个 是随着 他部分的股份 例如 以前来的复杂团 滚得走家 那些股份的外阔 那么 把它带过去 不知道 但是 听说去到 很多地方 都受到一致的差评 那这个是 真是惨 正常 各有 或者各营单位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各营单位做得好 就不用各营 这里 就有个巧妙 或者 我都 我都看了资料 说回那个 淘导居 他就原来 就经过很多次 所谓公私营 就是有公有私 那么 他就给这个叫做 广州工业发展集团 搞定先的 就是买了先的 那就将那个经营权 因为经营不善 就像彭马里所说 一分为二 总店就租给一个幸运流去经营 幸运饮食集团 是的 没错 他现在这次去的那间 也是总店 总店在哪里 总店在第十口路 没错 没错 邪对面就连香 那总店就是幸运流 这个相对 是靠谱一点 因为幸运流本身就是做饮食的 是 没错 之前你想想 工业集团 这间餐饮来 干什么给螺丝吃 就是吃螺丝 没错 没错 你非常适合 那他另外那些 就给另外一个集团 叫做食尚餐饮打你 那这个总店 就是你非常适合 耶伦就是去这个 所以应该保持到水准 或者是 他去总店 到底是否保持到水准 因为几十年前的水准 是 那幸运集团就是 租药到期的时候 搞不定 甚至暂停营业 一度就引起别人怀疑 是否拉闸 从此就没有了 原来2019年 就是广州酒家 就用了2亿人民币 就是跟这个 广州工业发展集团 就卖了它和陶居全部股权 那2020年 就是第二年之后 广州国资委 就将旗下国企重新组织 那广州酒家 就由广州国资委 直属的 或者广州城投资集团的子公司 为什麽呢 因为地产和饮食兼一起做 那本来是OK的 但因为宏观政策又是疫情 搞到整个 就是两个本来是竞争对手 拉在一起 那广州国资 我想说些东西 KT你越扯越远 我完全说不到我想说的东西 因为刚才你们听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很多朋友是完全不 好 完全不 听了 不知道 我知道想说 因为我说的那些资料 那些名字 是外面 是不是 是因为想说些什麽 那些信号就会 適时都不好 其实 那些名字 听众 观众不知道 什麽集团 什麽集团 那些 不过我想说的就是 他这家 那些 你不如也是让我说 你说 我记得了 大家可以不知道那些名字 但几个东西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 由他开始工业集团买的时候 他没有说是多少钱买的 直至一直转いて 刚才一直转 这样转 什么时候 恐惧 担心 如果做得好 某个项目 我将他们 不是叫私有法 就是 将他们做成股份 股份仔 赚钱的项目做股份仔 不赚钱的项目拿出来 但是你看他做 做不行 接着有另外一间集团 以两亿多收购他 他之前多少钱收回来 你是不知道的 如果他亏的话 只有两个东西 例如他大于2亿收回来 他一亏便宜出去合理 否则反过来 可能 数千万或者 不知道什么的数目收回来 可能因为那块地 属于集团 我不知道 反过来 为什么要用一个大于收购的价钱 这个也是问题 但不要紧 无论是 买贵了买便宜了 反正就是阿爷单位买了 这个阿爷单位 亦都属于最终结的 国资委 亦都是阿爷的阿爷那里 协调底下的人 如何去买 如何花钱 所以这个已经是超出了 饮食的范畴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 就可以完全不知道 我们今天如果只是说饮食 就可以拋开刚才那堆 只是告诉大家 如果一些牌子 无论是餐饮 无论是其他 包括一些旧的商场 如果他的地理位置 是商业区 如果他是在地产 尤其是早几年 现在就 没有人追求你 有些值钱的话 你就会留意到 他的一些转制方式 留意这个字叫转制 转制的方式 都挺巧妙的 也是因为很多人 在转制的过程之中 就发了财 我都吃这个东西 因为赚钱那些 就私有化了 是不是 艰苦经营那些 是国家一力承包 私有化的 就变成股份制 所以股份可以派给很多人 这些规律 或者模式 我想八九十年代 二到二千年都见怪不怪 所以我刚才说 国营单位是肯虚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如果他不虚的 他是一个好的项目的话 但是我又补充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都无需讨论 那个他们虚赚 谁的能力 但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 再说一句 他生意是好了 途徒居后来 品质好不一件事 但是赚到钱 为什么呢 有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他开始大量 不是靠糖食 是靠这些所谓急冻食品 或者预制 中央厨房 中央厨房 因为点心什么都好 他不单止说供应 就是中央厨房 他可以预制 在超市买 所以我 或者大家 如果现在在内地的千粒市场 你会看到很多 陶徒居 广州酒家 卖那些包装食品 举个例子 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臘腸 臘尾 过端午节就是肿 平时很多 广州酒家 包装食品 居然救回他 所以多不好也好 就是糖食那里 失望也好 满意也好 反而这个 包装食品生意 就能救回他 他赚了钱 这个就是小小的介绍 而亦都这些 急冻 速销食品 是真的 就是救回我想中国 很多行业 因为为什么呢 他的生活集团就改了 那个销量 利润 都是更加可观 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原先说什么 我们说了 徒努居 说完徒努居 差不多 我想听下你的意见 他真是吃 我说一下耶伦 那个菜牌 你给一下意见 第一 是的 我们原先说这件事 是吧 就是耶伦 没错 我还说 为什么说到这么远 说些产权 因为那些听众一定不喜欢听 那些一头没水 都不关他事 我们说回吃 好 好了 头盘 就是三尺小 大家都知道 那些就是 一句说完 就是KT说了这么多 这些产权 其实都是 一个很美实 告诉大家 为什么耶伦 那个食 因为这些国有单位的接待 他就是会找回国有单位 就是这样 好 他是不会找一间好吃的私人店 因为他不敢背负这个责任 他就找一间巨型单位 巨型单位老牌的 又要显示到有什么特色的 暗喻一些海外营商环境 就是西关 西关就是以前十三行所在地 以前的大洋行 通关最久的地方 等于KT那些 就在那里 那里还残存 只有两间 一间就是图图居 一间就是港町酒家 现在连香楼死了大半 应该执了 可能不理他 那港町酒家 按历史来说 虽然港町酒家 现在好像在产权上 是图图居的老爸 差不多 但是这个不准处的 这个资料纯述来自KT 按历史来说 图图居就久一点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如图图居 走楼梯也好 有没有现在装电梯 以前后面有电梯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说什么吃 因为我不止说图图居 他吃的 我应该告诉你 香港现在有一个旅行团 去广州吃米芝联星 是收五千元以上的 应该告诉你吃什么 那你说图图居 他弄这些东西出来 是不是正宗 我就先不要理 是不是正宗 但是都是那样东西 就是所有做这些 接待的人 永远都是一样东西 你吃屎也好 关他鬼事 最重要是他自己不要有错 对于很多外奔来说 粤菜也好 其他菜也好 第一个首先要选择 几种东西 就是不用捏骨 所以为什么它是咕噜肉 就不是酸甜骨呢 因为酸甜骨是要捏骨 所以咕噜肉 就不用捏骨 明白 大家看到烧骨 为什么全部都是胸肉 而且要这样切 因为都是皮 扁皮鸭 还有很厚的肉 都不会是腿肉 如果腿肉 它都中间的桶 拔了出来 至少咕噜完之后 是没有骨 为什么广东来吃东西 都不蒸条 四大家鱼 给它摊一下 因为要捏骨 老友 明白 所以如果是涉及鱼 的话 它们都会 现在就会用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 用一些奴鱼 或者用一些起骨 再叫虫子鱼 你看看 酸酸甜甜 酸酸甜甜是很重要的 我们以前接代外奔的时候 就是橙汁焗骨 这些什么鬼 有少少骨也好 都要酸酸甜甜 酸甜厚 这种东西一定要 所以你说 那堆菜单 你留意到第一个 没有东西捆出来 你又偷到 你看看 它捆到什么 第二个就是 传统印象里面的中国菜 与唐人皆无异 传统是什么呢 就等于很多人很硬 硬颈的 在日本才算 他认为中华料理 就是天津饭 就是麻婆豆腐 中华料理 怎会是天津饭 和麻婆豆腐 天津都没有那个饭吃 这是发明的 没办法 一做 我们店那么难生存 就是因为没有这两个东西 你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中华料理 这个就是一个很 很稳定的一个 餐单 大鱼大肉小菜 那些人很多吃菜 还有菜 它们很难夹 因为它们要八指公 那你怎么夹 上汤现菜 上汤九几 就叫它米吃 它又不知道那些汤是怎样 又不是位上 所以这个是几头尺的 那你说 是不是没有好的一些店 是有的 这个夏威夷 加上KT的 米之连之旅说 就是说回这里的出品 这里的出品 美不美 你不用理它美不美 它够用就可以了 有两个形式够用 第一个就是那些人应该不会吃 是吧 吃吃都应该不会出声 反正那些东西够摆得出来 应付到就算了 够用 第二个就是说 哎 宁愿益自己 是吧 反正这个最佳代言人 是吧 是 那如果我拿出去外面 这些私人公司的话 哇 去哪里吃过 没有东西 好像陈奕迅 或者那些什么演唱会那些 那些歌手 晚上去哪里宵夜 大牙当 爆了的 就是Eason 来这里吃碗粥 那里吃个拉肠 那些全部爆了 那我说你耶伦来 是吧 没理由益人的 那没理由益人的 那当然要逃逃追 是吧 那就是这样 但是一看那些菜单 本地人就觉得 哎 几十年都没有变 就是这样 我想明白了 我想仔细一点看一看 就是就算看那些菜单 有什么可以改善呢 要是为什么呢 也有些人批评过 我也觉得有参考价值 比如举个例子 他说 就是烧鵝 咱们说了没有骨 这个绝对明白了 真的整个菜单 完全没有骨 烧鵝 烧鵝退了骨 就没有了 但是这些人就批评了 就是说 无论你怎么样也好 淘淘居百年烧鵝标榜 这一样东西 其实应该用鸡 多过用烧鵝的 他说用鸡 用烧鵝来取代鸡 其实就是 胡适当 这个是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了 因为通常我们真的吃到这些正当的饮饮 就是鸡 无鸡不幸的问题 是什么鸡 这个是第一个意见 我讲了两个意见听你们先说 第二 他说 这个金牌秘制叉烧和冰镇咕噜肉 都是猪肉 他说重复 不应该重复 他说 他说 你这个冰镇咕噜就可以变成虾头 不用咕噜肉 也是一样的味道 我先说这两个意见 听听这两位的意见 这个是网民还是食家 这个不是网民 刚才那个意见 是 那个叫做 汤文良博士 你知道吧 不是 何欣 彭彭 不知道 汤博士 这个汤博士很厉害的 香港地产 就是大好友 加上 就是专讲反话 他说 但是他说 以他请客的经验 他经常请客 他大地产商 他说他会用鸡 他就会改虾球 咕噜虾球 不要重复肉 那你们两位是否同意 我呢 有点特别的 在美国普遍来说 是没有鸡吃的 只有鸭吃 如果鸡 他是不是有想法 就是耶伦 徐屯那些都是美国人 鸡就吃很多 什么都有鸡 快餐也好 什么鬼都有鸡 就是都有鸡 鸡在菜单上是经常出现的 鸡 就要鬼鬼鬼鬼鬼 或者部分的地方才吃到鸡 所以如果你说有鸡 其实我在这一边 认识的一些白人朋友 他们过到香港 深井的鸡 是吃得很长快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考虑 如果在鸡上 我好像他们都 好啊 都要试一下才行 会不会是这样的考虑呢 不知道了 你觉得可以不可以看呢 彭马这样的转发 就是说他们对 他们选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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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值得谈 根本没有我 我也免得评论这些评论 因为 你 多久 什么 都说了这些 不是你家里出去点餐 别人都说这些是那些政治接待 你怎么知道人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喜不喜欢吃虾 有没有人过敏 有没有什么东西 人家会想 洗脚吗 硬 那些 他都懂得点餐单 他都知道鸡 鸭鸭 那为什么没有鸡 刚才就说了 鸡 那你怎么做 中间骨是否要带红 起来骨 皮下那层脂肪 你要不要 要 别人又不吃 不要你又不正宗 很多样东西 那些 免得评论 有很多所谓专家为了评论 而评论 令人觉得自己有多厉害 多厉害 神经病 你看看你给谁吃 现在 傻子 那他说 他说 应该 有人 这个不是汤文亮 就是金钱蟹盒 这个是 陶陶居的 不知道是不是陶陶居的名菜 他说可以用金钱蟹盒 我也挺喜欢吃金钱蟹盒 金钱蟹盒 算不算一个名菜 食在广州 这个是否出名 食那个又不懂 都不知道是夹的 还是找手 怎么那个又不懂 那些是老人 来的 懂得跟金钱蟹盒 是不是 以他那些 接待的人 那些能力 就是找个老人 尽量想想 就想了这张单 你叫他改 鬼用吗 还有这些 这么案例的 也都没有人 会照着他这份东西 谁说的人 会照着他这份东西 又怎么样 很老实 会吃的那些 谁会真的屠屠居吃 是不是 指点江山 就是觉得 我 应该这样改 这样改 是自己的法基础 那就是好了 我们不用讨论这一件事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这一件事 完全是 是的 讲讲另外一件事 就是对的 就是通过这个菜单 通过这个东西 那告诉我们 就是如果真真正正 我们要接待一些外地的朋友 无论外国 因为我们的朋友 去到广州 我们吃什么 去哪里吃 这个就真的 就结合了 KT刚才说的 五千 我想说什么 五千元 我还想说五千年历史 五千元是怎么样 我告诉大家 这个就不要说哪间旅行社 香港一间出名的旅行社 他做了一个叫做什么 米芝莲一星加黑珍珠三钻 是叫广州篇2.0 这个名字改得很过瘾的 这个收费是多少钱呢 是四千八百三十八元 要看什么日子 过五千元就差不多必然了 他有没有说是哪几间 我告诉你 当然会告诉你 但你要记住 是两天 就是一晚而已 所以让你知道 五千元以上 是两天而已 他就叫做广州篇2.0 黑珍珠三钻 米芝莲一星 但是是广州佛山 美食唇幻 那不是只有广州的 因为那个酒店应该是佛山 好了 那就是 目的就是以广州佛山 顶级美食做主打 满足味蕾之旅 那就是第一间 就是广州白天鹅宾馆 玉堂春暖 连续六年 荣获米芝莲一星 加黑珍珠三钻的餐厅 享用什么呢 经典传统怀旧月菜晚餐 升级名厨的伟商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伟商的 就吃什么呢 伊比利亚黑毛猪叉烧 吃小豆粉葛煲凉鱼 红葱头油淋鸡 虾子扒柚皮 冬波牛肉等等 老实说 又不是看得很矜贵 这些这样的菜 不好意思 首先要讲讲几样东西 这是第一间 先停这里 就是白天鹅 它是全 全广州乃至全国 总体 我说的总体 拿米芝莲星星是最多的 因为它包括有玉堂春暖 包括有四季厅 包括有特色餐厅 特色餐厅就是周围的不同地方 那些风味厅 它叫风味馆 都拿了星星的 每年都是 三颗星是肯定的 四颗星就搵带 有一间譬如玉堂春暖 拿两星 楼下风味馆拿一星 哪里拿一星 每年都有三四颗 一定有的 OK 而那个主厨 以前拿星的主厨 姓梁 叫做梁建宇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熟 这个梁建宇 因为我叫他做二师兄 那他早几天 就来了大阪 我还请他 这个人 我还请他去吃了这个淮石料理 哈哈哈哈 之后呢 这个就是梁建宇先生 二师兄 二师兄 那二师兄就再抽时间 就到了我们店 就指导我们师傅 给了少少工作 那大家可以不用去肉堂春暖吃 因为为什么呢 或者白天鹅吃 因为 乳哥呢 一二师兄 已经去了大师兄 已经去到花城园了 那所以你吃漂亮的点心 吃成的 就直接去花城园就可以了 OK 那包括 只有花城园有的 哈勒糕 烧买 就是这些 不是纯哈勒糕 是哈勒糕加上 烧买 做的很鲜的哈勒糕 烧买 一些特色的菜 等等 什么叫哈勒糕烧买 哈勒糕呢 就是在那些田间 葱边 尤其田间多 一些 其实 你叫李云子 是不是 不好意思 李云子 就是在一些 彭企 是的 彭企春 对 彭企春 那叫做李云子 哈勒糕 其实严格来说 它是一种属于植物 所以 但是那种鲜美 就真的无可比拟了 那 有很多张照片 这张就是 最新的 我们三师兄弟 拍的就是 大师兄 二师兄 和我 那这里 就是在花城园的殿堂 所以大家 没什么事 就不用去 拔天饿了 那 是的 我说饮食 也是有少少资格来说的 那么 至于你说那些 伊比利亚 叉笑 那些鬼 没错 他的确就是 白天娥发明的 嗯 就是二师兄 他的一个 不算是偉大发明 一个非常之 受欢迎的一个 做法 亦都是 第一次拿米芝莲的时候 就有 这个 伊比利亚 是这样炒的 是唐 嗯 现在香港都有了 现在香港的 沙田可义酒店 就是这样 直前的烧 烧 在你面前烧 给你看 那就是 上年这些节目 都说过 这个做法 是的 说过了 不重复了 不要理解了 好 这样呢 就 为什么不在 广州住呢 我想这个就是 价钱的问题 那 由广州 吃到这么开心 都来来去去 我想珠江新城 附近都应该 走不掉的 那 只是那边 如果你真是放 那些 朋友 真是用心 那带他们去吃 吃三四五天 都没问题 那住回珠江新城里面的话 我想住房的费 都可能比较贵 所以他要 得罪人 山长水远 摘到佛山住 那为了冒险 冒险得这么远 于是他就选择了 在广州相对 最近佛山的一间五星级酒店 就是这个白天鹅 那这样 不是他住就不是在白天鹅 他住在 当然不是 和华希尔顿日临酒店 佛山的 那他就标榜说 二十五十二楼 全开景餐厅 享受自助早餐 好了 第二间 第二间是什么呢 是半溪 这就是白铜链 米芝莲 那就是品尚什么呢 就是金鼎白切鸡 白宝冬瓜中 半溪煎珠柳 芝味陈皮骨 美味玄宝虾等等 那我听下去 也不是很特别 白切鸡 冬瓜中 煎珠柳 陈皮骨 玄宝虾 那 那米芝蓮推薦 彭花你那些 首先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关人 去半溪是永远不会吃饭的 我们以前去半溪都是喝茶的 是 因为曾经有过的几次的 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 特别是老人家画了个圈 改革开放那时候不用用粮票之后 有几届 到底几届我忘记了 那些叫技能大赛就是点心的技能大赛 半溪当年最出名的就是点心和点心师 还有两三位女的点心师是获了奖的 所以当年半溪最出名的是两个 第一是风光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半溪对着礼湾湖 第二个就是点心餐 他不仅是点心 还要是点心餐 而点心餐里面最出名的是什么 他叫做仿生点心 生屎的生 为什么真的很生荡 例如这只小白鲁 弄一段牛 弄大笨镜 长江头就是高龄精卦 李月就是主要此类那些 整棵树什么都会有 绑生怎么生 当然一串面就不吃得好吃的 那现在经过几转易手那里 整完之后你真的半溪吃 誰弄的?我不想得罪人,應該是坦白 你先說誰弄的 這堆東西 去第三家,講完救中的這一集 第三家就是淘淘居 淘淘居他吃什麼? 就不是,有耶倫那個 有百年燒鵝 其餘就不是,其餘就是花膠燉竹絲雞湯 幸福燕陽雞,冰鎮咕嚕肉也有 沙窩焗糾節,我不知道什麼叫糾節 不懂,這幾道 米芝莉推介餐廳 中華老字號 芝莉有沒有推介過?我不知道 如果現在大家想去廣州吃 但是又不是太多時間去 去吃太多間的話 以上幾間你就可以不去的 那那邊現在回來,你說說哪間值得去 應該應該是 不是,白天鵝也是值得去的 那你去完白天鵝 你再去花城園就覺得 原來走了的總廚 是差這麼遠的 所以一定要去一下 是的,或者你可以介紹多些 為什麼呢? 就是香港很少有這樣標榜 兩天一夜而已 第二件事,專吃米芝莉推介 叫做三鑽之類的 他都很聰明,他是米芝莉推介 他都沒有說得到米芝莉 怪不得這麼生綿 除了白天鵝之外 白天鵝做優惠打折 我為什麼覺得有趣呢? 就是那些網民出了這個廣告之下 有什麼批評呢?在下面寫著就說 他說第一,譬如舉個例子 四千多五千元吃半溪和屠屠 別玩了 是的 第二件事,他說 喂,四千多五千元 算上領隊導遊 五千元以上 他說我是不是看錯 那樣 第三個就是兩夫妻去 一批東西玩兩天 就是掩著嘴 那樣 第四個就是是不是印錯價錢 兩天團 搞到這樣的價錢 第五個就是四千多喜 他說你看清楚那個喜字 真的,價錢還有一個喜字 那就是說 網民就非常之 非常之 我稱之為冷嘲熱鳳 或者是抵得 那這個基於你去半溪和屠屠屠 那如果你說四千多喜 那很簡單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你給個預算 我是五萬元吃五天的話 我說是一個人 五萬元不算吃五天 我都可以幫你做出來 不誇張的 一點都不誇張的 你說四千多吃兩天 貴不貴 最重要是看去哪裏吃 和吃什麼 你千萬不要說貴 吃不到也像 所以這個就是 看你去哪裏吃和吃什麼 是最重要的價錢的 那你有沒有一些例子 給我們參考一下 譬如說 不要說五萬元五千元 你說五千元一個人 這樣兩天 好像你說酒店 如果是住回花城 住回珠江新城 什麼東西又貴一點 你會不會有些實際的例子 在哪裏吃多少錢 是值的 一些人覺得 你如果住在珠江新城裏面 這份是怕字頭那些 最近都是在做特價的 怕Hire 就是那間 怕什麼 對 有間叫 怕什麼 怕Hire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都是在做特價的 那不是很貴的 你真的去怕 什麼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大概就是 問水不夠 不夠千萬萬的 現在做特價的話 OK 抵住的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 你如果想吃一些 新胎少少的 有傳統底韻的 但是你要 追女 我覺得是 三十歲 到 三十五六歲之間 那些 接受程度大些 那些 你記住牌子 潮 潮 潮 是 不過你吃潮藥 這個 就是潮藥的藥 潮卓 你等等它 這一系列的牌子 人每一餐 又便宜的 最便宜的 應該是千四 千三四 不知道還有沒有這個價位 到 你不喝酒 千萬不要喝酒 真是美酒來的 到 兩千多 三千多 一個人 一餐 那這個是 有的 至於你吃什麼 你上網找便找到 那你吃 這些 新少少的東西 另外 如果你按照 傳統的東西 你會 看回 有一些 老牌的 算不算老牌 那些酒店 譬如 包括你去回 四季 去回其他 酒店裏面的 一些 餐廳 包括 江師傅 那些 江 江是拿了很多 米芝蓮的 那如果你想去 外面那些 不在酒店裏面 我剛才說過 花城縣 那你吃這些餐廳 已經有很多 你吃 很簡單 你真真正正 你打開 米芝蓮 米芝蓮有便宜貴的 不是貴 很多人經常打著米芝蓮 其實很貴 米芝蓮 黃鮮飯也有 那你貴也是哪 香港也有的 香港也有的 那不財記 都是米芝蓮 吃雲吞麵 我拿四十元一個人頭 你吃 你吃不完 你這麼多 他現在都是賣到 十一個半人錢 一碗 我給你四十元 你吃一碗 我看看 那你吃不完 所以大家很簡單的就是 又不是遠 是廣州 如果你說我帶你去西安 吃米芝蓮 那你就這樣 那就跟著 跟著去 我不是認識 那裡 除了鼓舞 就是糞 你不是 是廣州 你手下的攻略 明白 你意思是廣州和上海 北京都有很名貴的 很正的 是啊 物有所值的貴家菜 嗯 OK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講 看看這裡 如何食出真味出來 休息一會 大家 在靠雞晴